盘点青鱼年原著中四大宗师的高光时刻 看完就知道大宗师的战力到底有多恐怖了 首先是苦河 苦河是第一个超越人类极限进阶大宗师的武道强者 当然这要归功于叶青梅所赠送的那本天一道功法了 天一道可以将人体与天地元气融合 使真气在经外系统内一直保持饱和状态 在同级别战斗中的特性便是可以创造出绝对的防御状态 并且自动修复各种攻击所造成的创伤 苦河的高光时刻发生在北齐老皇帝去世时 当时有人想借机逼宫 而苦河未维护正统 保证北齐政权的平稳过渡 毅然站在了太后和小皇帝一边 苦河一人静坐朝堂之上 扬言谁动便杀谁 单靠自身所释放的强烈威压 便逼退了妄图犯上作乱的势力 使得皇权成功过渡 正是因为由苦河坐镇 北齐才获得了数十年的太平 也才能和如日中天的沁国平分秋色 大东山之战时 苦河展示出了大宗师强悍的攻击力 他一掌就将半步宗师镜的红四祥派成了血雾 红四祥整个身体被直接气化 正应了那句大宗师之下 借为蝼蚁的论断 第二位 四顾剑 四顾剑能成为大宗师 同样得益于叶青梅赠送了无名剑爵 无名剑爵可以将天地元气的破坏力提升至极限 从而让修炼者化身为一具恐怖杀气 所以在同级别战斗中 无名剑爵的特性无疑更偏向于攻击 四顾剑原本就是个痴儿 他练起剑来也是异常的风魔 在修成剑法后 他一夜图面满门以杀正道 从而进阶大宗师镜剑 大东山之战时 四顾剑面对号称庆国第一战力的百名虎卫 一剑便将他们全灭了 要知道七名虎卫 就能和九品上境界的海棠朵朵 勉强打个平手 这么换算 十五个九品上境界的高手都受不住他的一剑 这其中的差距 简直如同天欠一般 而后 四顾剑在面对同为大宗师的夜流云时 也是一记绝杀将其打得跌落宗师镜 即使被庆的暗算 打烂了半边身体后 他依旧仅凭一根手指 就轻松化解了九品巅峰强者的攻击 还有余力再一次屠灭成竹斧 其实四顾剑早已突破了无名剑爵功法上的限制 达到了直接将一念化为剑气杀人的变态阶段 所以他死后被火花完 骨灰上也依旧带着森森剑气 第三位 叶刘云 叶刘云应该是四大宗师里武道天赋最高的存在了 因为只有他没有修炼过神庙的功法 只是和武竹打了几架 便从其身上领悟到了计算机分解 预判和破解对手招式的身法 从而强行将肉体机能升级到机器人一般逆天 自创出刘云散手 进阶了大宗师境界 所以刘云散手在同级别战斗中的特性 便是迅猛挑移 令人无从下手的身法 叶刘云的高光时刻很多 在范贤大约12岁时 叶刘云就曾奉庆地密令到丹州 查看武竹的记忆是否已经恢复 两人照面后的试探性出手 就犹如陨石降落 几乎将方圆数十里的房屋毁去了大半 范贤在未曾接触四大宗师时 曾认为他们不过比九品巅峰厉害一些而已 还是可以靠人数优势或者精良的装备将其击败的 可是当他真正对上叶刘云后 叶刘云随手一件清半楼的壮举 还是让他深刻感受到了神与人之间的巨大鸿沟 在大东山之战中 叶刘云施展自己的独门绝学 刘云散手 派掉了四顾剑的半边脸 但他也被四顾剑一剑重伤 不负宗师境界了 第四位 庆帝 庆帝作为叶青梅的伴侣 同样得到了神妙功法 也就是叶青梅留给范贤的那套霸道真情 只是范贤并不知道 这套弓法还有个下策 即王道真气 这套弓法可以突破人体的经脉限制 将修炼者变成无限容量的真气容器 修炼成功后 综合实力无疑是四大宗师里最强的 但修炼过程也更加凶险 当初庆帝北伐时 就曾被霸道真气反噬 险些变成废人 是他凭借着坚韧的意志力 和对叶青梅的恨意 才打破生死玄关熬了过来 进阶到了王道大宗师 一直以来 庆帝都在隐藏自己的实力 叶青梅死后 四顾剑曾多次单人单剑杀入庆国皇宫 都被隐藏在暗处的庆帝 用磅礴的威压逼退了 此后 世间传出了庆国皇宫 有一位大宗师存在的消息 庆帝便将红四祥当作了障眼法 庆帝的高光时刻 就是大东山的巅峰之战 或称大东山沙宗师局 为了这一战 庆帝蓄谋二十多年 也积攒了二十多年的真气 大战前的庆帝 拥有两倍大宗师的真气量 他找准时机 三指都半虎 将一半真气注入苦和体内 将其撑爆 另一半真气 则化为王道一拳 直接打烂了四顾剑的半边身体 而此前 叶刘云已被四顾剑重伤 跌落宗师境界 所以 此时的庆帝真正成为了 这世间明面上的唯一大宗师 武道第一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启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